警察飾演一队鸳鸯大道光天化日之下 骑着摩托车四级进入金融机构行墙 犯案过程不到两分钟 得手后骑车快速投离 同一时间金融机构行员向警察局报案 警方呼报后快速到达现场 警员依照SOP拉起封锁线 并且进入现场裁剪 通过警网全面追车拦截围捕 每年都会在这个时段来跟金融机构 来配合做演练 希望熟悉如果一旦发生有抢案的时候 我们能够迅速立即的来拦截围捕 除了房墙演练 彰化线警局也发布反诈骗宣导片 呼吁民众接到类似诈骗电话 必须小心求证 并希望各银行自行办理房墙演练 也会加强巡逻 让民众平安好过年 新唐人亚特电视 也喜欢台湾彰化 彩锋不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